在野外,豪猪是许多狮子的目标,这种镊齿动物总是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它会用长而间的尾巴向敌人数几次,它们确实准备伤害和杀死狮子。 一只大豪猪在河岸边徘徊,突然遇到一整群狮子,食肉动物们立即包围并攻击豪猪,拼命想吃上一顿饭,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豪猪有了兼备的经验,但仍能与整群狮子搏斗并保护自己。 夜幕已经降临,狮子们仍然无比饥饿,试图寻找食物,这是相当累的一天,狮子们不仅无法猎取豪猪,而且还受了重伤,意识到这顿饭是不可能的,狮子们必须接受现实并在饥饿中离开, 而且还要继续受炼,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会饿死。 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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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这场是刺卡在他的爪子上 几乎不能完全吞下这顿饭 现在看来 豹子已经没有希望 刺卡在他里面 需要很长时间来与他们去 最后豪竹跑了 豹子精疲力尽 又是一场追追战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尽管豹子拥有锋利的组织和出色的力量 但还是无法给豪竹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 豪竹举起锋利的尖刺 吓跑了陷在泥里的豹子 豪竹面对斗牛犬拼命地攻击 他冲向豪竹 斗牛犬又被几只豪竹卡在嘴里 但他不在 呼 攻击越多 斗牛犬就越痛苦 而豪竹却毫发无伤 这是一种神奇的自卫方式 只要坐着 就让斗牛犬受到伤害 就让斗牛犬受到伤害 蚝蛛是任何大小的蚝蛇的潜在猎物 这种镊齿动物拥有一层坚硬的刺杆 它占据了蚝蛛身体的整个外层 这是一个障碍 今天蚝蛇正在建立饥饿堂 但它知道自己是分野作品 就试图攻击 相反 盖茨的豪猪最初试图确定这场战斗 是否值得与大蚝蛇对抗 它举起背上的刺 蚝蛇被击中了 在许多情况下 为了寻找食物 它们必须找到一条离开自己领地的路 狮子在靠近水是往往变得笨拙和脆弱 但在陆地上 狮子是一个英雄的动物 但当它面对水 中的捕食者时 它可能会失去它的优势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两只熊狮正在游荡 由于某种原因 它们已经受到了伤害 它们在水中游泳和喝水 准备过河 以便到达广阔的草原 一条尼罗和鳄鱼正在河边巡逻 很快 它攻击狮子 张开它的大肚 夹住狮子的头和身体 不然是三只的 就在你尽研的尽研发 我们开始走 了 这个 我们知道 可以看到一头狮子勇敢地跟着母狮跟踪并冲向斑马 这引起了斑马的恐慌 趁着混乱 狮子成功地抓住了一匹成年雄性斑马 他立即用爪子 抓住了斑马的脖子 把他按在地上 我们以为这将是斑马生命的终结 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斑马以其非凡的意志力设法生存下来 他挣扎着反击着 他咬住了狮子的身体 此外斑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能用强有力的后腿后踢 这是斑马奇迹般的胜利 与此同时 野生水牛也在附近目睹了这一幕 他们冲过去把斑马从狮子的爪子下救了出来 这在自然界并不常见 但这是野生动物准备战斗的美丽时刻 他们既不表现出恐惧 也不逃避敌人 他们都是野外食物链的底端 但鳄鱼和蟒蛇必须在火热的战斗中正面交锋 这并不罕见 看到两者之间的遭遇 像这样的战争 有时是无法确定谁是猎物 谁是狐狮人 蟒蛇似乎抓住了鳄鱼的弱点 巨大的鳄鱼是无法做任何事情 很快他们开始在岸上互相攻击 一 场无休止的战争爆发了 两个对手都太累了 无法继续在肉体上战斗 这些都是智力的努力 中国历 Gear S4 蟒蛇的身体变成了蟹带 缠绕在蟹蟹上 直到它窒息而死 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 猴子在树之间动来动去 老鹰向它飞了 猴子们全神贯注地吃着东西 没有注意到老鹰的孩子 母亲正在梳理 则拥抱它的孩子 下面是另一种猴子 他们猜到了老鹰的一笔 试图向其他猴子发出新话 以保护他们的孩子 但是无望不晚 老鹰迅速接近他们的猎物 在另一个树枝上抓到一只猴子 不等猴子妈妈来 他就采取行动 把小猴子带到空气上面 走 然而下面的猴子很快就 追上了老鹰 救下了这只可怜的猴子 一大群脚马正 试图渡河 他们似乎很难渡过 河水中潜伏的鳄鱼 每年都有像羚羊和斑马 这样的食草动物 乘去结队的牵起 寻找他们需要的食物 以满足他们的巨大需求 许多困难和危险 特别是在穿越小河时 除了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和被伙伴踩死之外 还有一些严重的危险 最可怕的是 被人以袭击致死 脚马陷入了可怕的境地 他们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 随时期全国位在中央 他们在干辆之后 特别人 最初 一只黑白羽毛的鸵鸟 进入了豹子的视线 它们开始追逐 灰色羽毛的鸵鸟跑得比较慢 豹子必须把目标换成第二只 此外 豹子和其他食肉动物 包括狮子和猎口 也经常猎杀这些大型羽毛鸟类 也许它们正在寻找机会出击 它们拥有比豹子大一倍的身体 因为豹子正在跟踪树枝上的一群小猴子 它们还在跟母亲学习爬树 不知道附近有捕猎者 豹子决定在树梢上狩猎 旁边的猴子尽管爬得很好 但很明显豹子打不过猴子 这其实是猴子的家 当豹子到达树顶时 猴子发现了捕尸者的意图 被发现后的豹子很惊讶 变得很慌张 猴子看穿了豹子的困惑 必须跳到另一棵树上 豹子仍然很坚持 继续跳下来 爬到猴子藏身的树上 这是一种坚持的行为 可能会得到美味的回报 但在野外 它们必须总是冒险 不知道索妈费的精力 利益是否值得一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你喜欢关于动物战斗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见